欢迎收看本期讲堂军库 狙击步枪的领域有很多的佼佼者 但是随着战争的演变 机动性高和超远距离 精密狙击的真物也越来越多 因此对于狙击步枪的要求 就变得越简洁越稳定越好 而狙击步枪的功能 有时候也需要变得更加的多样 以适应战场的需求 因此需要在其中达到比较稳定的平衡 在2019年1月15日 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发出了一项名为 精密狙击步枪的项目竞标 其中雷鸣灯军品分公司 研制了一款模绘化设计狙击步枪 分外的抢眼 这款狙击步枪就是雷鸣灯MSR狙击步枪 此款狙击步枪的各个部件 都安装在纳斐式的全铝合金的底座之上 底座包含了戴侠插座和板机机构 因此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需求 进行各种模绘化部件的更换 其枪管使用的是自由复制式枪管 内部采用钢制的大型枪管截套 固定在机架上 枪管的外表面有纵向长形凹槽 可以在减轻重量的同时 还能够保持非常好的钢性 对于整体的散热特性也有提升 在枪管的外部设计有一个套筒 这个套筒上开有大量的散热孔 和可以拆卸的皮卡丁尼导轨 上部大量预留的裸孔 可以让射手在认为合适的位置 安装各类配件 雷鸣灯 MSRGG步枪的供弹系统 为采用钛合金可拆卸实弹侠供弹 根据不同的弹种 有5发 7发或者是10发的供弹量选择 根据需要 可以选择点308温切斯特 点30温马格南 点338拉普马格南 或点338诺曼马格南等等扣筋 根据不同的弹药 会有不同的出速度 其参考出速度大约在840米每秒 到1002米每秒之间 有效射程可以达到1500米 在右上可以折叠的枪托 和高度长度都可调节的结构 对于精密狙击作战来说 是一款非常不错的新竞兵器 不过这款狙击步枪 在参与竞标的时候 并没有达到预期的设计承诺 因此雷鸣灯MSR 输给了巴雷特MRAD狙击步枪 但是其本身的高颜值 和出色的设计方案 深得世界各国玩家的认可 因而在各大游戏领域大放异彩 甚至很多玩家都想收藏一马 以满足自己的喜好 为此本期的简单圈库 推出国内玩具厂商 根据圆满设计的一款软弹玩具 来自捷音的雷鸣灯MSR 狙击步枪软弹模型 此款软弹模型雷鸣灯MSR 狙击步枪采用尼龙和合金的材质 在尺寸上跟圆满一致 机长度尾1090毫米 高210毫米 厚度尾60毫米 在重量上也接近5斤的重量 虽然没有圆满的重量重 但是作为玩具而言 这个重量尺寸 已经可以满足玩家的 大部分幻想需求了 在枪管的还原上 此款雷鸣灯MSR狙击步枪 使用的塑料枪管 还原了重响 长形凹槽 自由浮制色安装 和枪管截套固定 外部也一样设计了 尼龙搭配合金螺孔的套筒 并在机下上部 设计了标准尺寸的MIR-STD 1913战术导轨 跟原版一样 预留了大量的安装螺孔 因此 除了顶部安装各类的 和附加机材使用 枪机的还原上 也是一样 使用了原版类似的 全新的旋转后拉式枪机和机匣 枪机开锁及闭锁 只需要60度旋转 就可以进行开锁闭锁 其主体为尼龙材质 拉酸和硬力比较大的物位 则是使用金属材质 因此 满足了后续玩家操作的时候 结构强度需求 在枪栓的尾部 有一个卡扣 按压之后 就可以拉出枪栓 进行保养维护和枪机的更换 精准的还原原版的模绘化设计 搭配的大转量弹侠 可以实现推弹入膛 抛壳 动弹 射击等等一系列操作 其供弹使用的是 大容量的双排弹侠供弹 此款模型玩具 原装配备有 5发弹壳和10发软弹 安装方式也很简单 只需要将软弹插入弹壳 将弹壳安装到弹壳上面 就可以进行装载设计 既有效射计距离 大约在5米左右 这是通过安装 我们之前出售过的红点镜 并进行调整之后 测试出来的 更远的距离 会出现弹道偏移严重的问题 当然 使用高背景的话 除了颜值和光场之外 本身是没有瞄准的必要的 毕竟 其有效射程 远远低于高背景的 最低瞄准距离 不过 装配上之后 整体的质感和颜值会更好 此款雷鸣灯 MSRGG木枪模型 使用在软弹是安全可靠的 不存在违反相关规定的问题 再加上 枪拖跟圆枪是一样的 具有脱筛板调节 肩拖调节 都可以折叠的功能 面接的部位还是金属角链 所以结构强度和可玩性 还是很不错的 目前 此款产品已经上线讲端圈库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淘宝搜索店铺 讲端圈库查看购买 主要平台支持小黄车的功能 大家也可以点击 视频下方的小黄车查看购买 毫无稀有 且行 且珍惜